有点当头,我是威尔 自由嘎吵,我是丑子 是,关注一下钓鱼台的最新消息 那我们看到有今天这个新闻呢 就谈到日本政府呢 相关人士透露说 有中国的军机很多次就飞进这个 钓鱼台这个地方上空在盘旋了 那日本政府呢 相关人士也表示说 中国军方呢 这个战机是在午夜的 大概五月尾呢 很多次就靠近这个钓鱼台 和日本最近的这个领空呢 可以相距只是50公里 那么近 而日本的防卫部呢 就认为说 这是因为中国的军方 为了在适应更大的空域内执行任务呢 而提高战机远程作战能力的 这个举措之一 他们现在正在展开这个详细的分析 而日本呢 自从2012年9月将钓鱼台呢 国有化以后呢 这个防卫部呢 他就陆续发现了中国军方侦察机 靠近距离渔台周围 日本领空的100公里处 这是日本军方的或者日本的媒体的消息 如果你站在中方来说 中方的可能媒体会报道说 当我们的飞机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到有日本的这个军舰在附近 所以这个岛到底是谁的呢 所以啊你看这个今天都没有 你各个有各个说法 现在钓鱼台呢是日本 他宣告是自己的这个地方 其实早在去年应该是去年 我没记错啊 他们已经是说啊 这个是我们地区 然后翻出了一大堆的历史 历史考证事迹啊等等啊 说在当初多少年前啊 这个钓鱼台已经是属于我们这个领土范围 什么之之类的一大堆了 但是中国肯定不停嘛 台湾更不肯定不理了 是啊 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消息呢 到今天为止呢 还是依然有争议性 只是我们在看的呢 就好像看戏这样子啊 所以在日本呢 他们为了加强这个防卫啊 就决定要研发新型的地对舰导弹 就是飞行距离可以去到300公里 射程的涵盖钓鱼台 涅岛还有领海 这领海的意思指什么呢 就是主要就是在钓鱼台附近的这些领域的这些海域 还包括可能可以射到南海的某一些区域吧 哦这么远 你看300公里耶 300公里不懂可以去到哪里 如果看主要看它这个星星导弹的这个地对舰导弹呢 是它基地是在哪里 不过南海其实日本不在南海的争端里面吧 也是有啊 其实都可以算是有吧 看是在哪里啊 你看南海去到哪一个范围吧 其实南海都是观银住的地方 就不要去骚扰观银了 不是吗 OK不过呢 其实这个日本呢 也是有说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研发呢 可以借机提升日本国防产业的这个技术水准啦 所以说是怎么说啦 主要还是为了防止这个中国啊 如果有飞机飞过或者是真的开打起来 那就马上它有更多的这个导弹可以用 但是我还是还是关注的是说 它研发了这个导弹过 它基地会建在哪里 会把这个导弹基地建在哪里 发射基地 还是是在于就放在航空母舰上面 因为你是你在航行的嘛 对吧 所以你其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射这个导弹 你看他说飞行距离是300公里 300公里你说远不远说近不近 老实说说远不远说近不近 但是如果你距离这个陆地或者这个岛屿 海域300公里外 如果你没有发现对方的存在 对方就丢了一颗这样子 发射这个导弹过来 你就给它炸毁了 所以是有很强的这种杀强力的这个武器 不过这日本呢 他在进导弹的同时 他有没有想过 诶可能我可以再造岛造交呢 不知道 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想法 不过目前中国也是有这个想法 就是中国有部分的海军知情人士就说 就透露说中方可能 中国方面可能在今年的9月 在这个G20峰会以后呢 打算在菲律宾附近的 这个有主权争议的南海 海礁造岛就是在这个黄岩礁附近造岛 不稀稀啊 这个中国已经在一些岛礁上面呢 就已经建设了一些自己的基地 甚至在一些岛上面呢 就发了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啊等等吧 警察局啊公安局啊这些举动 那换句话说他们已经在实际上用行为或动作 来跟人家宣扬他的主权啊 宣示他主权啊 不过其实我知道这个造岛造交其实是会对海洋是造成一定的威胁吧 肯定有破坏的 也会有破坏 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仲裁法庭才会判这个中国败诉 败诉嘛 对不对 其实你造交 这个造交还是造岛都好 比如说那么夸张 你说普通的填海都好了 马来西亚都有一些填海区吧 所以填海的行为啊 它一定是对环境 对海洋 对一些海洋生物造成很大很大的破坏和影响的 这是这是已经是common sense已经知道的事情 所以如果说是因为这样子而判他败诉的话 那其实我不能够说是做还是是对 因为每个判决他有他的这个原因 也许最主要的还有包括一些历史性的一些因素吧 或者是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角力的关系 都存在着我们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东西 包括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怎么说呢 一些影响啊 就是一些政治上的势力影响等等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呢 就是有说中国应该会在这个 趁美国大选拟权呢 再度再就是一直再度重申这个主权的问题 就是南海主权的问题 因为呢 他认为线任总统奥巴马可能会把重点放在国内的失误 所以他必须在任期以内呢 就是移交这项工作 所以他可能无暇照顾这些区域的问题 所以那其他人是不是在关注他自己的工作范围内 应该要知道的事情 那他就报告给奥巴马就行了 那奥巴马听得过 好你去做这个东西 做东西就分配了而已嘛 对不对 当然有些还有一些智囊团呢 那智囊团也可以给他更多一个建议 就是我就是他不是奥巴马一个人在决定 所以没这个中国这样子的这些说法呢 我觉得就纯粹是叫什么呢 就好像鸵鸟政策 把头埋在沙里面就管 我不管了 我就看到一点就好 或者是这个目光是比较锁定在一个比较狭隘的一个部分 他没有想到这个东西 或者他不可能没想到吧 就是纯粹可能是一种官方还是一些军方的说法 或者是他要让美国的一些盟友 包括可能菲律宾啊越南啊 让他们担心 就是我跟你们讲啊 你们老大在这个选举的时候一定没空 那时候你们就要小心了 那他们可能就真的还担心 因为不是直接见到奥巴马本人啊 嗯是 不过这个东西再怎么担心也是没有用 反正也没有去学的一天 感觉在我有生之年 我都没有办法看到钓鱼台到底是属于谁的 然后这个男孩到底是属于谁的 也很难讲啊 这个世事就变化无常 一天可以发生几千件事情你也不知道啊 比如讲像这个在 这个中共的一些党 应该不叫党报吧 中共的喉舌啊 就是他们的一些媒体啊 就有人暴露说 是和英国的八卦报合作 八卦大报就每日邮报 这我真的还没有想到 中国的官媒呢 竟然会和外国的媒体 有这种合作的关系存在 我一直以为就是中国的媒体呢 可能受到这个保护或者是也不能说受到保护 受到管制的不能够随便跟其他媒体合作 尤其跟西方媒体 因为毕竟中国这中国本身和西方可能在某一个程度上 文化上面有一些不太一样 那中国官方本来就对媒体的这些新闻啊 媒体的发布的一些消息呢 都管制的非常严厉 他们不希望中国国内人看到更多西方的一些思想啊 或者意识形态的一些新闻和报道流入这个中国 那没想到他们竟然是跟一些八卦报合作 但所谓八卦报呢 也许他的内容也没有什么营养 对啊 就是有记者就发现这个 他们八卦报呢 报的其实就是中国的医疗俗事的新闻 就包括提到沈阳的男子呢 一陪妻子入院泼妇生产 结果就糊里糊涂的被拉去隔四床的这种类型的报道 所以啊 就是所谓这样子的奇奇怪怪可爱 或者可笑或者恶搞一些新闻的存在 就是无伤大雅 就是不是那种很重的那种政治新闻啊 主要是看一下更了解中国的国内是怎么样发生的 因为其实就有人担心 没有什么人担心 这个中国官媒日报就是跟外国媒体合作 反正人家是担心这个英国八卦大报呢 美日日报呢 就担心他说 你这个是哪 这个中国新闻 那中国新闻都是被控制的嘛 那你报答的东西是不是会偏向一边呢 对啊 这个角度是不一样 如果你站在人民日报的角度来看 你先担心说会不会 就是会不会受到影响 但反而人家更担心是被你影响的 对 就是想说 都是你看到我想要给你看到的东西 那不过呢 这个美日日报的这个主编就说 他们基本上只是交换或者是复制 然后差不多40则新闻这样子左右的 而且他们是没有金钱交易的 而且他们主要呢是不影响自己编辑自主 所以他们编辑还是有自己的主要 自己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是说这些新闻呢 如果没有什么营养的话 报太多呢 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一些什么好事 反正他都是八卦日报了嘛 就是八卦八卦日报就谈八卦 你看中国的政府呢 竟然选择只跟八卦 八卦报章八卦媒体合作 这也反映了一个现象 他们真的是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要让你看到我们的开明 我们的这个开通 OK我们同样可以跟外国跟西方媒体合作的 我们不是没有合作啊 有啊 但是选什么样的报纸 选什么样的媒体呢 这是我们的选择 那无关警告啊 最主要我给你机会看到国外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国外一些新闻啊消息啊 有进来啊 你不能够说我是封锁媒体啊 你不能够说我限制言论自由啊 有啊 我给外国媒体进来了 而且还是一种合作的 而且每日邮报呢 呃 严格上来说 呃 不是这个叫什么 呃 呃 是叫每日邮报吧 对啊 对美日邮报 美日邮报其实在英国来说 算是销量应该还不错的一份报纸啊 因为其实只要把 主要是八卦报的话 基本上销量都很好 嗯 不管在什么国家都好 就好像在马来西亚 其实西城河报的销量也不错 对啊 就是这些都还好啊 所以你看这也这也印证了 一件事情 就是说除了在中国之外 英国本身呢 也是希望能够跟中国合作 毕竟中国的市场 它是那么大一个经济体啊 如果你 他他虽然说 他主编说现在没有金钱交易 但是媒体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这个呃 势力来的 可以说人家把它形容为第三势力 你掌控了势力 你还担心没有没有经济手艺吗 这一块 对 所以最主要现在如果他们能够跟这个中国官 呃官方合作 那关系良好 那未来呢 可能有更大的一些发展空间的 他不单只是在新闻上的一些来往 可能比如说在广告方面好不好 嗯 广告就是一个经济收益啊 我不需要你 我不需要你这个这种按地理的交易 没没需要 作为一间公司 媒体也是一间公司 那现在我跟另外国外一间公司合作 那未来我们有这些更大的配合性的时候 我们的我们的其中一个卖点不是卖报纸 而是卖广告空间吗 对不对 那你中国的商家 以后你要来英国打广告的话 你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一边的 而且别忘了英国要脱 已经要脱欧了 他们现在需要更 很多商家 这些企业 他们需要更大的一笔靠山 一个靠山和一些收入 那中国正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在吗 你看他们合作多久啊 被报和合作大概超过一年了吧 静悄悄合作超过一年了 所以现在呢 既然这个英国要脱欧了 那换句话说 他们这个关系可能还会维持的更好 维持下去的 那当然还有我们再看一看啊 在中国发生了一个最强的 最贵的这个强拆案件 其实在很多国家啊 包括像马来西亚都有一些强行 拆一些比如讲像可能住宅啊 或者是一些非法住区啊 这些等等都有 那现在呢 在这个北京呢 中国司法部呢 就被人上诉 结果失败 他必须要赔偿 嗯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12年的4 4月27号 在上海的市民行区人民政府呢 就对一间市人博物馆强制搬迁 并且呢 就是对呃 这些预期啊 数百件预期啊 还有数千块的其实等等的这些珍贵的呃 产品呢 并没有意义的登记在册 并且呃这个博物馆的主人刘光佳 还有朱荣忠夫妇呢 就有说了 这个呃 视频呢 也出现工作 他们有拍这个视频 视频当中就有出现工作人员疑似就是当场分赃的这个对话 所以他们就对这个呃 他们提供了将近三亿人民币的国家赔偿申请 嗯 这个国家还真的是要赔偿了 所以这些做这些事情呢 没有做好他们的功夫呢 就是应该被处罚了 对国家损失那么多 哈哈哈哈 通通都裁掉吧 是 所以这这也证明了呃 让人家看到说 可能这个也是想对外让人家看到吧 你看这些新闻啊 爆了出来呢 人家会说 哎 哇 这个中国政府还不错啊 真的还会照顾人民啊 就让人民看到说 呃 我们在打贪方面是有了一些成绩的 并不是说 哎 有了这些呃 这些贪官呢 还怎么样 在收 刮收了人民的财务过后呢 就可以就可以自己的 自己分张掉了 自己分张掉了 对不对 嗯 所以你看有这些证据等等等等啊 就是再次的印证说 哎 中国官方呢 对打贪这个是绝不手软的 那当然这个印象是好了 对人民来说 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哦 对对这个政府是有信心的